漫威中有趣的冷知识 这是1 在2B版蜘蛛侠中 彼得练习射出蛛丝的时候 喊了好几个搞笑口号才成功射出 其中两个是超人和杀赞的口号 没想到蜘蛛侠还是个DC粉 这是2 在蜘蛛侠2中 张玉博士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报社老板GG打算叫他奇异博士 但是无奈奇异博士已经被人占用 最后才改成了张玉博士 这恐怕是最早的漫威联动吧 这是3 为什么第一代蜘蛛侠可以自己射出蛛丝 而第二代和第三代蜘蛛侠 却只能依靠蛛丝发射器了呢 其实蛛丝发射器更加遵循漫画的设定 在上世纪60年代 漫画审核非常严格 评审团一致认为 这种青少年得到异能 变成能从体内射出蛛丝的构想 不利于青少年成长 因此斯坦里就想出了用蛛丝发射器 这个折中的办法 这是4 性觉的扮演者名叫克里斯·帕拉特 美丽的扮演者名叫克里斯·艾文斯 雷神的扮演者名叫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其实好莱坞还有一个克里斯 那就是神奇女家的男友的扮演者 克里斯·派恩 那么你还能分清 哪个克里斯是哪个克里斯吗 这是5 复联4中 失去吓人的鹰眼 化身浪人打击罪犯 而被他杀死的那个男人 在敬阿拉尔中也是一个浪人 这算是和X战警最早的联动了吧 这算是和X战警最早的联合 咱俄